大家好 最近有花药吐槽自家养了蝴蝶兰 不停的消胞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今天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特别进入这个春天 接近这个夏天这段时间 雨水特别多 雨水特别多就造成它出现一个容易消胞 还有其他的原因也会造成消胞的 第一个盘土养分不足 盘土养分不足也会导致它出现一个早早消胞的现象的 这时候继续给它补充养分就可以了 一般养分补充的话 这个春天还有夏天这段时间 最好是以一些水溶肥为主 水溶肥的话 像我这颗 我这颗平时就是给它喂的这种蓝蚵专用水溶肥的 这种蓝蚵专用水溶肥呢 专门针对蓝蚵来寄作的一种水溶肥 里面所含的氮磷甲元素是特别的多的 还有中微量元素 使用方法也是特别简单的 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对水进行一个浇灌也是比较好的 如果是自己配剂的话 就是按照鱼克兑上500毫升的精水 每15天左右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浇灌的话咱们可以挑选一个煎嘴糊 或者是使用这种颗粒肥 这种微生物颗粒肥家庭状的颗粒状的 使用一次肥效可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的 这种的话就是撒到花盆盆面就可以了 它一旦吸收到了就会慢慢的生长 不会造成一个消暴的现象了 这种的话是比较好的 它是一种通用型的花肥 它不单单用在无敌栏上 其他的植物也是可以通用的 也属于一种比较好的万能肥 另外一个就是温度还有光照了 温度的话最好是18度到28度之间 最适合它的生长了 光照的话呢 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也不要强光曝晒 最好是以散色光为仪 如果这个温度比较浓和的话 它们时不时给它向这些叶面喷洒 少量的水物就可以了 同时避免喷洒到这些花包花朵上 避免它出现一个腐烂 这样就早早的出现一个消包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就是喷洒到这些叶面的正面和背面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够大大的增加叶面的饱和度 这样就不会出现一个切法水分 而影响它正常的生长了 这种植物呢 蝴蝶兰它也是需要大量的水分的 所以这时候呢 时不时的给它噴一些水物啊 一定要切剂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 异常养护蝴蝶兰 避免消包 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 好了 下期再见